好,我们已经讨论过十字交乘法的做法了 那如果接下来我们的题目给我们的条件是 要因式分解一个二次项系数不是1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呢 好,首先一样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2x加5乘上刮弧3x加4 这一个两个一次式我们要把它乘开的话 我们一样透过乘法的分配率 2x乘上3x就会等于2乘3是6 x乘x就是x的平方 好,2x乘以4就是加上8x 然后呢5乘以3x就是加上15倍的x 5乘以4呢就是加上20 所以这样子把它展开来的结果同类相合并 6x平方加上8加上15是23倍的x 再加上20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一次式乘开会得到的是 6x平方加上23倍的x加上20 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 常数的部分 20是4乘以5的结果 好,前面呢这个二次项 它是2x乘上3x就是6x平方是这两个x相乘的结果 中间的一次式呢 一次式是交叉相乘相加之后的结果 就是4乘以4乘以2x跟3x乘以5相加之后的结果 就会变成6x平方加23倍的x加上20 好,那如果我们要透过先前学过的十字交乘法来解一个 解一个音试分解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我们来看看题目 如果题目给我们的是2x平方 加上15倍的x加上7 请音试分解这个多项式 那我们要想想看 先前我们在讨论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重点会放在哪里呢 首先除了常数的部分 常数的部分 我们要知道它是两个数相乘的结果 那同时我们要必须考量的是负号的状况 所以如果两个数相乘是20 它可能是1乘以20 甚至2乘以10 或者是4乘以5 以及 嗯... 以及倒过来 20乘以1 10乘以2 5乘以4 这我们不讨论 那也可以是负1乘上负20 负2乘上负10 然后呢 负4乘上负5 好 那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先前我们在做 常数的部分 我们要做这么样的讨论 然后要去看看 它的符号到底哪样是符合的 那在 平方的部分呢 在x平方的部分 因为先前的题目都是x平方 所以很单纯 就是x乘x 那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 负x乘上负x 一样是x的平方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讨论呢 因为其实 等一下我们在做这个 x平方前面系数不是1的情况 大家就可以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讨论了 因为其实会有重复的情况发生 好 如果我们来做这一题 2x平方加15x加上7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 谁乘以谁会是2x平方呢 一定要有一个x 另外一个就是2x 好 那同时 1乘上2是2没错 那负1乘上负2 一样也是2 所以 这边我们就要拉出来想一下 好 首先 1乘上2是2 好 那负1乘上负2也是2 所以会有这两种情形 好 那我们先讨论正的情况 就是1跟2好了 1我们就可以省略不写 好 那在后面呢 后面这个部分 它的常数是7 两个数相乘要是7的话 它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有可能是1乘上7 或者是负1乘上负7 好 1乘上7或者负1乘上负7 会有这两种情况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在这样子的 状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十字教程 把这个 两个一次式找出来 好 如果今天这边放的是 x跟2x 右边我们要 想的是 诶 这两处相乘是1跟7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摆 好 我们可以摆 这边摆 1 这边摆7 好 因为1乘以7就是7 这个没有问题 x乘以2x就是2x平方 也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来检验看看 如果这个情况 我们交叉相乘相加之后 会得到什么呢 7乘以x就是7x 1乘以2x就是加2x 哇 结果是7x加2x是9x 所以这样的情况 不是我们要的 好 那我们在旁边再多做一个 如果x跟2x 好 再来 如果我们把7跟1对掉 好 7跟1对掉 就会变成 交叉相乘的结果 就会变成 7乘以2x就是14倍的x 7乘以1乘以x就是加上x 诶 就会得到15倍的x 15倍的x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一题透过这样子的思考方式 我们已经找出来的答案就是 2x平方加15倍加7 它其实等于的是x加上7乘上2x 减掉加上1 好 如果大家不确定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正确的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检验 x乘上2x就是2x平方 x乘上1就是加上x 7乘上2x就是加14倍的x 7乘上1就是加上7 所以这样的结果 就是2x平方加15x加上7 是正确的 那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做进一步的讨论是 如果这边 1跟7跟7跟1我们已经放了 那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是负的一定都不正确的 如果是负1负7 好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如果把它变成负1负7 我们把这个版面擦掉 好如果是负1跟负7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看 这边放的一样是2x 跟x 好 那我们放负1跟负7好了 这样的结果 或是x跟2x 负7跟负1 好我们来把这两个结果算出来 大家就会知道了 负7乘上x就是负7x 2x乘以负1就是减2x 这个结果是负9x 这也不是我们要的 那这一个呢 负1乘上x是负x 2乘上负7x是减14倍的x 这个结果是负15倍的x 也不是我们要 因为我们要的是加15x 好 讨论到这边我们可以知道 虽然我们答案已经找出来 它的答案就是 2x平方加15倍的x 加上7 透过十字交成 我们可以找出答案是 x加7乘上2x加上1 好 那刚刚我们有说过 其实二次相西数前面 也可以是负的啊 所以如果今天是负x 跟负2x 好 那我们来想想看 什么样的结果 会是正确的呢 如果它有几种组合 有一种是1跟7 好 还有勒负x跟负2x 也可能是7跟1 还有负x跟负2x 也可能这边放的是负1跟负7 好负x负2x 这边也可能放的是负7跟负1 好 那我们把这四个结果都算出来 7乘以负x就是负7x 1乘以2x是减2x 好 负7x减2x等于负9x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 这一个情况 负x乘上1就是负x 负2x乘上7是减掉14倍的x 就会等于负15倍的x 好 接下来这两个都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们要的是加15倍的x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负7乘上负x就是7倍的x 负2乘上负1就是加上2x 这个情况算出来是9x 也不是我们要的 最后一种情况 负x乘上负1是x 负2x乘上负7是加上14倍的x 诶奇怪 这边也算出了一个答案叫做负x减7乘上负2x减1 好像也是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我们把这个部分提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我们算出的是负x减7乘上负2x减1 透过乘法分配率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与我们的题目有没有符合 负x乘上负2x就是2x的平方 负x乘上1就是加x 负7乘上负2x就是加14倍的x 负7乘上负1就是加上7 好最后的结果就是2x平方加上15倍的x 加上7其实跟我们刚刚的答案是一样的 那我们把这两个算式写在一起让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今天你写出的算式是最后算出来是 负x减7乘上负2x减1 好这里会发生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先前有提到一个方法是可以把刮壶里面的负号提出来 所以前面这个部分我们提出一个负号 就可以放在这边是负的x加7乘上负2x减1 好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后面这个刮壶再提出一个负号 提出一个负号 所以就可以变成负号提出来跟这个负号结合了 就变成正的x加7乘上2x加1 好这边如果大家观念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为什么可以提出负号呢 因为负2x减1我们提出一个负号会变成负的2x加1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我们把负号丢进去 括号拆开负乘2x就是负2x负给负减 减1就是负2x-1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刮壶内的负号提出来 好所以这边两个负号抵消了就变成正号 所以这边变成x加7乘上2x加1 其实是跟这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如果十字交成出来是这样 或者是这个样子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在做十字交成的时候 我们不用特别去考虑的是二次向系数前面的 我们不会考虑他用两个负号去做 因为最后算出来虽然结果很多种可能 但是最后算出来我们提出负号以后 其实是同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就不用特别去做讨论 以上就是x平方前面系数不是1的情况的十字交成法